作为一台开拓者车主啊 这台车陪伴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它今年已经跑了两万公里 在两万公里里边啊 它除了陪伴我们进行很多节目的拍摄 同时呢也跟我一起跑了青海 甘肃这些大西北地区 我比大多数人来说都更了解开拓者 那么这一次呢 开拓者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升级改款 就是更换了48伏的动力总成 那么全新动力总成驾驶起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次啊主要升级的全部集中在了核心上 也就是说动力系统升级 驱轮经典的279的动力总成 这一次增加了48伏的轻混动系统 根据车辆不同的行驶状态 48伏轻混动系统通过敏捷启动 电动助力 智能充电 制动能量回收 电动怠速以及智能停机的六种工作状态 提升了整个行驶的品质质感 以及提高了燃油的经济性 其中啊 最最最最直接的就是在于发动机起行时候的感受 有了这样一个启动电机的存在啊 可以通过更大的扭力实现发动机 瞬间达到正常的一个工作转速 这样啊 当我们遇到红灯或者是停车排队的时候 发动机就可以很自然的停机 当我们这个脚离开刹车踏板那一瞬间 发动机已经达到了一个工作的状态 没有震动也没有噪音 这一切操作啊 就变得非常的自然 有了辅助电机的存在啊 起步的时候 你只需要轻轻的把脚放在油门上 就可以轻松的起步了 特别舒服 而且相比老款的车型来说啊 你会更加明显的感觉到 有这种顺滑的感觉 而且是这种持续的加速性 那么当车辆平稳行驶的时候 48V电机进入了一个智能的充电模式 当车辆减速的时候 48V电机则进入了制动的能量回收模式 为后续的高效工作进行一个能量储备 有了这样的一个小助手啊 那么这一次搭载这个轻混合动物系统啊 你别看开刹车是一个大块头 但是它的油耗最低能做到7.1升 就算是现在我们这种城市路况 走走停行的状态 它的油耗也不会超过8.5升 这样油耗真的让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这里呢 我想做一个小实验 我们啊同时把这两款新老的开拓者 把它的油耗表清零 让我们同事来看那台没有混合动力系统的开拓者 我们一起来看看 行驶一段距离之后 我们的油耗到底能差多少 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点答案 那么这台拥有48伏混合动力系统开拓者啊 在行驶了将近14到15公里之后 油耗显示为7.5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台没有48伏轻混合动力系统的一个油耗表现 最后表显为8.3升 显而易见啊 这一次48伏系统在油耗的这个表现上还是非常出色的 开拓者前后悬架分别为迈活逊式的独立悬架和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那么底盘的调校呢跟老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是这种以舒适为主要方向的这种调校 那么不仅很好呢过滤掉了这种震动 同时啊整个底盘也给人一种非常十足的这种厚重感 而且啊我们第一次在试驾这台车的时候 我们试驾是一个顶配 它搭载的是一个twin's clutch的四驱车型 那么这条四驱系统啊 我认为它的性能是在普通智能四驱之上的 当四驱开启之后系统会监测整车的这个扭矩输入的需求 并且进行每秒100次的智能调整 实现左右后轮100比0和0比100的这种连续的分配 同时啊后轮的这个输出扭矩可以达到3900米 那么应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些城市 或者是郊区这种不好的路况是绝对绰绰有余的 那么即便是一些野外 那么比如说更困难的线车或者有一些没有路基这种路况的话 它的脱困能力也是很强的 开动者48伏的中控屏依旧为10云寸 但是使用了全新一代的麦link加智能车载互联系统 那么整套车机比之前旧款的这个系统其实更加好用 而是新潮了 它现在还支持多种的日常使用这种APP 那么整个车机系统的娱乐值一下就拉满了 通过引入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识别功能啊 可以实现让车内的乘客直接用语音的形式 跟车机进行对话沟通 从而实现这个对车辆的控制 那么在这里啊 你还可以把这台开拓者的唤醒词改成你喜欢词语 比如说改成你好贾维斯 我们来演示一下 你好贾维斯 开启导航 开启导航 OK就是这样 贾维斯是个女的 此外啊 在使用这套车机的时候 我还发现它的操作界面 以及整个页面的设计简单易懂 按键的大小啊 恰到好处 而且逻辑啊 还非常的清晰好用 另外啊 在车辆低速行驶的时候 还能够显示出极其清晰的360度环视影像 同时它还可以支持苹果的carplay 以及百度的car life的链接 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实用 在外观上啊 这一次的改变其实并不大 不过啊 这也再次证明了开拓者的外观设计 的确是非常的成功 那么通过高度的去还原了 雪佛兰恩概念SUV FNR carry out的这种整体的造型 开拓者更加的现代 而且激进 有着纯正的美式SUV的这种感觉 跟竞品相比啊 它更显得年轻 而且更运动 这也是我们选择了开拓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外观设计真的非常是我的菜 看着非常有这种传统美国鸡肉车的这种味道 这台老的开拓者啊 我们已经开了两年了 到现在呢 确实没出过任何问题 而且保养啊 十分的便宜 这一次新的开拓者呢 加入了48伏的混动系统 也让我们这个老车主啊 真的有点眼馋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订阅上 分构 对 感谢观看